今天出差到阿城 在短暂的两小时停留时间 拍摄着几处阿城的古建筑 现在拍摄的地点是金太祖邻 金太祖是金代开国皇帝 完颜阿古达 汉名完颜敏 生于1068年8月1日 至逐于1123年9月19日 完颜阿古达出生于湖水 进哈尔滨市阿城区 女真族人湖水也是金代的皇宫 金太祖邻也坐落在这里 占地5.1公顷 主要建筑有玉带桥 门殿 灵台 宁神殿 及地下宫殿 主要景观有 玉带桥 门殿 灵台 宁神殿 及地下宫殿 由于我来的时候还处于疫情期间 也有可能是我来得太晚了 我们暂时进不去 只能在外面进行一些拍摄 现在我们看到的所有建筑 不是古建筑 是阿城市政府 在1999年是按照宋代的灵寝 重新修建 现在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 也被称为龙江第一陵 在金太祖陵不远处 有一座金巢修建的第一座都城 金上京惠宁府遗址 可惜宫殿已经被摧毁了 我们要想看到它呢 只能到阿城的博物馆里面去看它的模型了 通过门口的告示牌了解 满族跟女真族呢 有很大的关联 1615年努尔哈赤建立大金 史称后金 努尔哈赤的儿子黄太极 在1635年把女真族改为满洲族 那么说他们两个民族 其实是一个民族 这里现在需要购票进入 旺季30 单季20